中美贸易谈判结果尚未可知,但美国就继续出招逼中国埋长角,计上条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后,最新做法是针对内地通讯设备商华为,先将其纳入贸易黑名单,再由谷歌即时停止,为华为提供Android耕生及其他服务。 即使华为声称早已入定零件,无应用程式软件耕生都是湿制,消费者有得拣,不会冒着部手机变成砖头的风险。 去买华为手机,可见美国这招真是要赶尽杀绝,中国进口商停止买美国猪肉,美国就停止为中国手机提供软件服务, 哪个受影响大些?大家想想,古文这期看中美过招,精彩过看鱼光表现,佳因指数得一个方向,就是跌,真是预体预深淡。 基本上这转行指已确认失手牛红分界线,1000点跌幅应该没走鸡,即是今转可能要落到27000至27200点水平才转稳。 未到六绝月已如是,刚边有都咪话不愁,除了长空万里,真是想不到有什么好做,到底港股还会衰多久? 不者认为,大家可以看实一个日子,就是20国集团G20日本大阪峰会将于6月28日至29日举行。 届时中美元首好可能会见到面,这个日期前,中美双方都会继续过招,所以,至少在未来两至三周,港股将进一步走进黑暗时期,一则如腾讯控股00700这类重绑股。 正受在美国上市的同类据企租主要股东大手减持,引发上执评货的基金减持其他科网股套现所累。 难怪腾讯贵迹之后跌不停,看小这转笨猪跳,最低消费都要见320元,所以想撩货千万心急。 其次是,股黄受压,还有什么股份可以撑起大市?大家心照,短期指数走势,不使话公仔或出场。 鱼缸BIG SAVE继续,为今之计,不想加入淡有行列的话,都是趁还未到暑假旺季,沽货提早放假充电,等6月中旬才再归位。 这样分分钟好过在鱼缸磨难值。